演唱会上的王一博、假发、笑声和一堆惊喜。 王一博最近染了一头白金色的发型,虽然这种发色在大众眼中的热度尚未退去, 但突然有了一个有趣的剧情转折。 他竟然带上了假发去参加了一场演唱会。 这真的是一个既出乎意料又带有些许搞笑元素的好戏。 在这条消息公开之后,吸引了众多观众纷纷前来关注。 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 戴着假发入场观看演唱会。 而在他身后,有一群女生紧随其后,据网友爆料, 她们是乐华娱乐的女团成员。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线索,众多网友和粉丝猜测戴假发的这位男士就是王一博。 如预期的那样,这个话题迅速上升至热搜榜, 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但是,当更多的人开始对比现场的画面, 他们发现这个戴假发的人身材较为娇小, 看起来更像是女生, 与王一博的身材和气质有很大的差异。 这使得原本的猜测开始受到质疑。 王一博的白金发色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让整个时尚圈都为之震撼。 她的热度之高简直如火箭般冲上了云霄。 当人们看到乐华的女团出现时, 自然就会联想到与乐华有关系的王一博。 这种浮想联篇的关联, 真的是大家的脑洞大开, 展现了粉丝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热情。 在这种不准确的信息传播后, 王一博的粉丝迅速出现, 立刻分享了一张表示这事儿离谱的图片 来回应这个不实之词。 王一博确实是内地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其受欢迎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每次有什么小道消息, 似乎总理不开他的名字。 这些不停地试图与王一博扯上关系的爆料, 更多地反映了他在业内的高热度。 但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尽管王一博的热度很高, 但他背后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新闻, 说明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都是踏实, 稳重且可靠的。 这件事情虽然起初很离谱, 但网友们却巧妙地转变为一次娱乐的机会。 他们纷纷变成了鹰眼侦探, 带着放大镜, 对所有细节进行深入观察,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通过对比王一博的身材, 很明显他肩膀宽阔, 头部相对较小, 身体比例非常和谐。 加之他的身高, 很容易分辨出现场那个身材娇小的人肯定是女生。 当网友们进一步对比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后, 他们发现那个戴假发的人确实是女生, 因为他没有男性的猴杰。 这立刻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王一博的明显猴杰也被网友们频繁提及。 考虑到王一博的个性, 他似乎并不是那种会随意在公开场合戴假发的人。 如果他要改变发型或造型, 他都会坦然面对, 而不会有任何遮掩。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网上的那些传言和猜测明显是没有根据的。 这次的对比分析, 无意中展示了王一博许多不为人知的特质和魅力。 无论是他那匀称的手、显著的猴杰还是宽阔的肩膀, 这些细节都让粉丝们受益匪浅。 很多人之前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但这次事件确实让大家更加了解并欣赏到他独特的特质。 很快,就有人赞叹道, 这位男生真的具有吸引人的魅力。 虽然这次热搜的起因并不是很友好, 但他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王一博, 看到了他不同的一面。 的确,当一个明星的人气到达某个高度,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 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一个明星, 他的高人气意味着他常常成为八卦和流量的中心。 在大众娱乐文化中, 八卦和流量成为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八卦可以带来流量, 而流量也进一步推动八卦的发酵。 这样的互动虽然可以带来大量的关注度, 但也可能给相关的明星带来不少困扰。 张杰的演唱会原本是他的舞台, 但这次因为一个戴假发的话题, 意外地成了热搜焦点, 并间接地提到了王一博。 这也再次证明了娱乐圈的复杂和相互关联, 有时一个小细节就能引发一大波讨论, 涉及到多个明星。 王一博的人气和才华都是公认的, 如果他真的出现在张杰的演唱会上, 甚至作为嘉宾登台表演, 那么肯定会成为现场和网络上的焦点。 不过,这也涉及到两位艺人之间的友情和合作意愿, 毕竟每一位艺人都希望自己的舞台是独特的。 王一博的粉丝来说, 他们当然期待王一博的每一次出现。 王一博独特的舞蹈风格和那个小奶音都是他的标志, 每次听到或看到都会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王一博的多才多艺和广泛的影响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在文艺领域有出色的表现, 还在体育圈展现了出众的天赋, 更不用说他在时尚圈的影响力, 经常成为各大品牌和时尚活动的焦点。 他的全面发展和多才多艺, 不仅证明了他的努力和才华, 也为粉丝和观众带来了不同领域的惊喜。 王一博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他多年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不断挑战的结果。 对于粉丝和喜欢他的人来说, 看到王一博在不同领域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确实感到非常骄傲和欣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